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啊G7出联合的公报了提到了反对啊经济的胁迫但是没有提中国二十四啊现在G7的这种表现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其实是美国人自己的作茧自负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G7的联合公报啊关于啊这个经济胁迫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啊首先呢关于台湾的问题啊也提到了一个中国政策希望两岸能够和平解决问题对不对然后呢还提到了印太战略啊印太的地区啊要自由的开放啊然后要确保主权领土的完整啊 然后的话要和平解决的争端啊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共同原则如何如何的总而言之啊一堆正常的话里边加到了加带了一些私货啊比如说像人权这种玩意儿啊你在说谁人权不好你知道吗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美国 咱们整体的先讲一下美国人现在的状态美国去G77个大国呀工业国家对不对7大国然后的话联合起来开会美英法德意加拿大日本对不对再加上一个欧盟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组织起来开了一个会对不对大家大家传了一个局 竟然拿中国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说话不敢直着说啊新闻消息啊放消息啊放话的时候都特别的硬啊我们要反抗啊中国的经济的胁迫 结果呢出来了联合的公报哎大家一看没有提中国24这就是现在G7的状态这也就能够让大家看到你美国怎么样对不对你美国强你美国硬大家都跟着你走你美国现在没办法对抗的了中国吧那其他的国家跟着你走吗啊跟着你走对不对你美国顶不住那其他的国家往前冲谁冲这就是啊所谓的同盟之间的一个问题啊 美国同盟的老大对不对同盟的老大行不行行是吗硬是吗全世界第一名的硬是吗那其他的国家都来了因为你强你硬啊我跟在你的身后啊然后的话跟你打打配合然后我能吃香喝辣呀对不对打下来一个国家分点利益打下来一个国家分点利益呀这就是同盟吗可是走的现在是什么呢美国这个老大级别的国家实力不计面对中国然后呢 那美国又心不甘情不愿不愿意让霸权啊拱手他人然后世界的霸权我得维持这就是美国人自心中所想啊我得维持我的地位可是维持地位为什么其他的国家跟美国人不是一条心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行了其实这这就是美国人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机器在一起开会连中国提他都不敢提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美国自己出问题啊我跟大家讲过很多回美国没能力解决自身的问题只好依仗于别人依仗别人其实就跟原来像啊这个什么德国法国对英国这些国家依仗着美国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因为你强我才依仗着你可是你美国现在要依仗别人别人不强啊你看看机器里面谁强啊日本强是吗还是英国强法国强德国强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对抗中国 你你你你现在就是啊我要靠着机器我跟中国拼了谁冲谁第一个往前面走谁先死是你美国先死吗美国又不先死美国人现在的表态就是我们联合起来一起冲一起冲对不对大家得一起迈着正步往前走是吗一起迈着正步往前走而且谁千万别往后落一步啊这就是同盟只要说啊我们一起走我们都不 第一个往前冲的话那到最后就会变成什么呢互相的猜忌啊你走快点你跟上我你别让我走在第一位了对不对然后你哎你怎么偷偷摸摸往后挪了半步啊你快点快点跟我往前走这就是同盟 为什么机器的联合声明不敢惹中国呀这就是原因呀谁愿意往前去冲啊谁愿意得罪中国呀哪怕是一起往前冲这个所谓的小联盟对不对他总得有个强总得有个弱吧对不对 大家的国家的实力不会完全一样吧你像意大利对不对这种国家他第一个往前冲吗意大利现在是右翼啊执政右翼执政要保证自己国家的利益你让他往前冲开玩笑吗他为了谁做事啊只顾自己利益的右翼你让他为了你的盟友付出贡献啊做出贡献你是开右翼的玩笑是吗 你这是当那些右翼他玩的不是右他是啊神爱是人玩左的吗玩白左那一套吗你不是开玩笑吗意大利不行是吧那谁行加拿大加拿大是往前冲加拿大在你美国旁边对不对问题是加拿大冲他伤得了中国吗而且对于加拿大来说像欧洲这些国家看加拿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你离得远你给我再往前冲点对不对你再往前冲点为什么你最安全啊你在美国的旁边你在北美洲呢我们欧洲这边倒大没旁边就发生着一场战争我们还指望着中国呢对不对要冲你自己冲你冲是应该的因为你离美国太近了那指望谁冲啊德国法国谁冲了现在啊法国法中有一万岁马克龙对不对多棒的一小伙人家别做的这个表态你说他好不好啊 不过呢总而言之现在G7的这个联合声明可以给大家看到什么刚开始消息放的五五又渣渣真正联合声明一出大家一看这就是一二百五啊这就是一个状态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美国自己出问题啊而且最开始跟大家聊他会啊作茧的字符美国人作茧字符是为什么咱们先看啊这个联合声明里面的一个内容啊然后的话这个七国集团啊 就对华关系啊做出表态啊鉴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经济的规模有必要与中国在全球挑战以及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啊进行合作提到中国了啊提到中国了啊全球的挑战啊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我们要与中国合作你不是要共同反制中国的经济胁迫吗现在变成我们要共同的 与中国进行合作在全球挑战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之上开玩笑啊真的是开玩笑啊中国没参加机器哪哪哪哪都是中国您别提了行吗你只能让别人看见你们这个组织的虚弱呀而且七大国呀七个工业国家啊哪一个拿出来都是啊一方的势力哪一个拿出来都是啊我是先进的国家绑在一起在中国面前就是这种鸟形象哎呀大家就等着看 看着这些人的笑话吧啊他还提到什么呢我们准备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啊认识到与中国坦诚接触并直接向中国表达我们关切的重要性啊有一个是会让中国人不爱听的不爱听的话吗啊唯一可能有半个啊事情会让大家感觉到不舒服那就是啊这与中国啊这个坦诚接触啊直接向中国表达我们关切的这个重要性 这是啊这什么跟各位讲啊这是涉及中国的内容最过分的一句话坦诚的与中国接触还得表达关切 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想想啊古代的皇帝对不对然后呢脚底下跪着一大堆的臣子啊臣子是绝对啊不敢向皇帝进言的 现在呢现在就是我敢我敢向皇帝进言我坦诚的与皇帝接触啊我还是我还我得向中国向皇帝表达我们的关切的重要性啊皇帝您得听啊我真的是啊没法再说了啊这不是我夸张这不真不是老五夸张啊真的不是我跟大家就夸张了说这是原文 在这个世界啊正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在这个变化里边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就是这种千奇百千奇百怪的一个现状啊 即其有走到今天对不对啊皇帝啊我要向您表达我的关切啊这个重要性啊您得听啊 然后还提到什么呢啊然后的话我们的政策方针不是针对中国也不是阻挠中国的经济进步 和发展我们不是在脱钩或转向内转对不对啊不脱钩不脱钩我绝对不会针对中国的 虽然说啊这个话啊说了啊你不是针对中国但是的话啊你这个态度提我的名字啊你有点不是吃让我特别的顺耳对不对 但是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就从这个声明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态度啊左飘的右移对不对 左飘的右移从啊要与中国合作啊要与各种各样的合作全球的领域的问题合作 然后啊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合作一直飘到了什么呢 我们不针对中国对不对我们向你表达关切就是左中右你都能看到这种态度 为什么矛盾加大 如果机器是一个整体大家的想法一样对不对 大家认为要与中国合作他只会提什么呢要与中国合作 然后呢如果认为要跟中国保持距离的话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们对不对然后要跟中国进行竞争的话那就是说我不会跟你脱钩我要跟你竞争 这就是啊整体一贯一致的一个态度 结果呢你会看到什么的看到要合作啊看到要接触要坦诚对不对 然后的话要建设啊关系然后的话还会看到什么的啊 我们不脱钩我们不是针对你就各种就各种角度的一个态度啊 你都会看到为什么不团结 法国什么态度对不对 加拿大什么态度美国什么态度对不对 英国有什么态度德国有什么态度 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的态度当然还有那个啊日本啊什么态度 总而言之吧每一个国家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每一个国家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他的矛盾其实都是极大的 我为什么要离中国那么远我法国对不对 我法国还指望着中国解决俄乌这个这个问题呢 然后俄乌和平了我们欧洲才有所发展对不对 才会脱离开难民的危机能源的危机粮食的危机 那你让我跟中国顶着来我法国不干 对不对我要跟中国合作啊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重大的问题啊 共同感兴趣的事情上我就得合作 对不对 这个话里面还烧带着德国 德国对于中国的投资呢 能打水漂吗啊 能打水漂吗 谁能德国的政客哪一个说我们啊 往中国的投资不要了 谁说就完全完全得罪中国 谁敢说你值那个钱吗 对不对 你值几个钱 所以说德国的态度肯定也是我要跟中国在感兴趣的 共同感兴趣的事情上进行合作 这就是问题啊 你说加拿大那加拿大就是我就跟中国拼了 对不对 跟中国拼了 可是呢 这种态度你与法国与德国 包含英国对于中国的投资来说都是极大冲突 那你说你能说得出来吗 所以说这就是机器的内部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还提到啊什么呢这个啊要促进全球经济的付诸啊 如何如何的对不对 然后啊然后维护金融的稳定啊 促进就业啊可持续增长啊等等等等 相关于经济的一些问题啊 还提到啊 最重要的一句话关于啊这个经济胁迫提的是什么呢 他说啊世界上利用经济脆弱性制造的经济胁迫世界 正出现令人不安的上升 其实啊我最开始啊我跟大家讲啊这是美国人在作茧次负 为什么呢因为你提出来的所有的观点 如果你实力不足够的话 到最后这些负面的效果都会反到你身上 对不对 为什么呢你说我要和平 我要和平 别人打得这么欢呢 你实力不足够 你说我要和平 到时候两头都打你 两头的和平的达成 事宜灭了你 唯一一个唯一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都是如此 对不对 然后你实力不济的话 我要跟他拼了 跟他拼了 对不对 他是个坏人 你在这细俗 他的恶性恶状 对不对 他不讲思维 他有不懂巴德 对不对 他什么温良公俭让 都不明白 然后这个人哪都是坏的 头顶上长窗 脚下流浓 对不对 都坏成了这样了 这个国家 你你实力不足够的时候 你说这个话 哪怕你的理由再充分 再充足 你到时候只能挨别人一顿胖瘦啊 对不对 你实力强的时候 你不用说那么多 你只用拿着洗衣粉出来说 这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不对 这国家也就完了 这就是看实力 美国人现在最大的问题也是一样 实力往下去掉 然后非得 对不对 在一些小问题上跟中国斗 玩这种微操 你要倒大煤 你要倒大煤 为什么倒大煤 原因特别的一个简单 比如说经济胁迫这个事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特别聪明 对一看就是微操的手段啊 特别的聪明 因为这些国家都要跟中国做生意啊 我们只要团结起来 然后呢 跟中国叫完啊 你你不要经济胁迫我 但是我要跟你合作嘛 经济上合作 然后的话 可以喊高价码 对不对 因为中国会跟这些国家合作 这些国家也会跟中国合作 这些国家多了一个理由 你不要经济胁迫我 你不要经济胁迫我 那如何不经济胁迫他呢 多给他点利益 对不对 你让我少点风险 但问题是什么 做生意不可能没风险 可是所有人都不愿意承担风险 但是的话 这是做生意的外行 因为风险越大 利益越大嘛 做过生意的人都懂这个事 对不对 杀头的买卖 他有人做呀 为什么杀头的买卖 有人做 因为利润大呀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你看起来特别聪明啊 可以拿着一个经济的胁迫 让其他的国家拿着这一句话 去跟中国要挟 然后规避掉一部分的啊 那个风险 然后呢 大家又能形成团结一致的一种状态 都会团结在美国人身边 因为美国高举反对经济胁迫 你看美国维护了我们的利益 你看起来特别聪明 对不对 美国人的这个口号 然后呢 让我们其他这些国家 在与中国交往这方面 然后规避掉了风险 多赚了钱 你看我们就跟美国更加的团结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为什么美国人作茧自负呢 因为你所谓的盟友 那问题的多多 对不对 大家之间他都有矛盾 与中国的交往 有身有钱 与中国的问题啊 与中国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有关心 有不关心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中国可以单个进行交往 这也就是之前跟大家说的 你在中国人面前玩合纵连横 你不是在开中国人的玩笑 我们就是在开中国历史的玩笑啊 对不对 你跟中国人玩这个 你真的是开玩笑 你知道吗 然后中国只要跟某个国家发生了关系 加深了交往 其他的国家怎么看 你美国对不对 拿着这个 啊 反对经济胁迫这个事情 只要这个国家喊出来 我中国不跟你谈 不就行了吗 我中国干嘛上岗这跟你谈 你欧洲有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对不对 还有旁边一个英国 对不对 那加拿大 我不跟他谈 他最叫 叫板子叫的最凶 我不跟加拿大谈 不行了吗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旁边还有澳大利亚呢 澳大利亚现在正在抢加拿大人的生意啊 对我跟 我跟澳大利亚谈 你跟我说经济胁迫 我可以不跟你谈 中国不是上岸着跟你交往 为什么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全球的经济都在往下去掉在一个情况底下 能有合作 能有发展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好事 你非得拿着这句话跟我叫板 那行啊 你说吧 你说给我中国人听 对不对 你说中国有经济胁迫 说给我听 听见了啊 甭谈了 对不对 甭谈了 为什么呢 你是笨蛋 为什么是笨蛋 因为做生意都会有风险 你跟我说这个 我还想规避风险呢 对不对 你给我规避一个风险 让我看一看 我中国跟你的交往 我还不想要风险呢 对不对 那既然你不想要风险 我也不想要风险 咱就甭交往了 我跟别人交往 我跟澳大利亚交往 加拿大 加拿大 急不急 我跟法国交往 德国 急不急 我跟德国交往 法国 急不急 对不对 意大利 英国 我跟他们交往 旁边的欧洲的国家 急不急 总而言之吧 这些都是问题 你在中国人面前玩这个 你真的是在开玩笑 然后到最后 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中国人 跟其他的国家 都可以交往 我就不理你美国 看看马克龙来中国 对不对 跟着习近平一起 在逛着小花园 听着高山的流水 你美国人 为什么来不了中国 对不对 你拜登反复的提 我要个见习近平 早见晚见 我都得见着习近平 对不对 你喊的那声音 那叫一个大 我中国就不理你 为什么 就不理你美国 就不理你美国 我跟其他人都交往 我就不理你美国 到最后 你美国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我们的敌人 因为其他的国家 都在跟我形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中国都在跟这些国家 对不对 做大做强 再闯辉煌 我们一起发大财 不管是一带一路 还是欧亚的贸易 对不对 你看一看中国在中亚五国 这次峰会 直接欧亚的贸易都要通了 而且通的越来越大呀 所以说呢 你那你美国人怎么办 你慢慢的就会变成什么呢 做点自负的状态 为何 因为到时候你美国啊 经济胁迫别人吗 对不对 你美国抢啊 芯片制造业的时候 抢台积电的时候 有没有胁迫 当年你美国人搞日本 有没有经济胁迫 把日本的芯片行业拆给了韩国 拆给了啊 这个台湾 包含 拆给了荷兰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经济胁迫别人 你对法国 对不对 有没有啊 经济胁迫呀 拿拿人家法国的企业 对不对 你对德国有没有经济胁迫呀 你的301条管在谁身上没用过呢 你到时候别人指着你美国人鼻子说的时候 你经济胁迫的时候 你就知道哭的是谁了 为什么别人会指着美国人的鼻子说 因为这个世界嘛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谁强谁说话管用啊 对不对 你弱 你细俗 你写一篇论文 你写一本小说都行 细俗另外一个国家 哪哪哪都不行 对不对 思维不棒不思维不拔得 对不对 不懂温良公典让 你把它写的清清楚楚 你的文笔好极了 你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弱换来的只是别人揍你一顿呢 谁让你弱呀 你强用不着写一本小说 你就说对不对 这是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那国家就完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美国现在 然后着急猫荒的要来找中国谈 想要找中国谈 那对不对 你谈谈可以谈 可以谈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可是呢 我就不理你 就不理你 你拜登想着跟我谈 我不跟你谈 对不对 商务部长可以跟你谈一谈啊 高级的领导 我不理你 你想要访问中国 不让来 想要打电话 我打不通 对不对 我是空号 你爱怎样怎样 你想找谁找谁 为什么 因为你越跟中国顶着来 哎 人民币国际化就会越往上走啊 你越喊什么反对中国的经济的胁迫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于这个经济就会丧失信心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你美国还在向着中国叫板 两个国家的关系修复不了 为什么之前中国拿着流浪的气球的事件 就天天的骂你美国 你非理性 你歇斯底里 为什么这么骂 就是哎 不想理你美国了 对不对 你美国没有办法清洗自己的灵魂 因为一个破气象气球 你都弄个F22去打 可不可以 可以打 但是的话 你歇斯底里了 世界看一看啊 不是我中国不想理美国 是美国的 没理性 是美国歇斯底里 对不对 我中国不跟美国谈 大家别怪我 不是我伤害各位的利益 而是因为没法跟美国谈呢 这样的一个国家 你能理他吗 一个气象的气球 对不对 他就要派着飞机去干 而且整个国家的消息啊 沸沸有洋洋 中国是坏蛋 你说我怎么跟美国谈 大家别怪我 中国伤害了各位 对不对 我中国也想给这个世界 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的一个景象 可是美国人歇斯底里 要赖赖他去 为什么当时中国的外交部只要提到流量气球事件 对不对 都是骂美国 原因就在这 我中国不想理你 为什么不理你 大家越担心这个世界的经济 大家就会越往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去走 为什么 没人看好你美国 不管是新能源 芯片 世界的啊 新兴产业 大家看一看美国的数据 没一个拿得出手的 美国就剩下 他那点破金融了 对不对 美国还有哪个行业好啊 啊 军工还行 对不对 也就这个了 军工现在没钱 也发展不起来 这就是美国人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怎么办 怎么办 那你美国现在还在折腾是吧 你还在说什么经济的胁迫是吧 还没有清洗自己的灵魂是吧 哎呦 世界其他的国家 大家看看喽 做生意能没风险 我中国还得担风险呢 美国人这么喊 我不理美国 各位理解吗 那各位能够理解吧 对不对 而且美国才是那个经济胁迫别人的国家 301条款是什么 别说经济上胁迫了 美国无力啊 都要灭国 灭别人的国 对不对 推翻别人的政权 美国干过多少回 我中国干过没 没有吧 对不对 你看一看啊 这就是我中国与美国的区别 所以说美国还在 还在拉着大家说啊 经济的胁迫 那我就不来了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 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 中国政府佛心慈悲心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提醒美国人别玩这种对抗 玩的伤的是你 对不对 哪怕是台湾问题 对不对 然后有那么一句话啊 反对以无力的形式啊 改变台海的现状 我跟各位讲 大家看着吧 这个事情再往后去发展 按照中美两国这种趋势 你机器都绑不在一起来 你机器都没有办法跟中国直接较真 对不对 都不敢连在一起向中国放硬化 嘿嘿嘿嘿 对不对 台湾问题到最后你就等着吧 你就看吧 看什么 看是不是得有其他的国家出来说 美国呀 你往台湾卖武器 你才是那个啊 拿着武力的方式啊 改变了台海的和平的稳定啊 对不对 你美国出现了大问题啊 大家就等着看就行了 其实台湾现在都懂了 对不对 你看看台湾那边 他看不见提机器的这个联合的声明吗 机器的联合声明又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啊 对不对 当然了 他是说了啊 因为希望能够以和平的形式啊 解决这个问题啊 以和平的形式当然也没问题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咱们这边反正是啊 一直以来强调的全都是以和平的形式 但是前面那一句可就重要了 哪怕你美国带着头啊 你美国想要跟中国斗的一个情况底下 也得提遵守一中政策 遵守一中政策 台湾那边看到的没看到没有 为什么这句话重要 这句话不会导致什么维持现状 为什么 因为台湾你得解释你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民进党 包括国民党也有这个趋势啊 都在解释啊 我们是什么 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咱们不用去解释他背后的原因 只需要问他一句话 你是在玩一中一台 还是在玩两个中国呀 对不对 你给我讲来听听 你是玩一中一台 还是玩两个中国 哪一个不是死路一条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中原则 一中政策啊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然后的话 你要分裂中国 然后影响中国的主权的话 你台湾到最后 就会走向什么 对不对 以美谋独 狭阳自重 对不对 然后是中华民族的大敌人 哈哈 你就等着看台湾最后那个结果 从G7的联合声明就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不可改变了 哪怕是像台湾这种问题 美国人也没有办法利用啊 然后其他的国家在台湾这个问题上跟中国进行博弈了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这就是G7联合声明 美国人怎么办呢 越看G7越无能 为什么 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 还是最开始跟大家讲那句话 如果跟着你美国走能赢 跟着你美国走能够赢 然后换来利益的话 其他的国家都跟在你美国屁股后边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跟着你美国走 不仅不能赢 你美国是一口吃的都不给我们 你美国还要拉着我们往外去送钱 或者说拉着我们拿着我们的钱给你美国人 送钱是送给乌克兰 对不对 然后你拿钱给美国人是美国人的加息 美国人的超发货币 美国的美债的问题啊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人最大的问题啊 对不对 现在经济不好 然后必须要吸别人的血啊 加息吸血 然后的话超发货币 摊平别人兜里的美元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状态 跟着你美国走就是这种结果呀 谁还跟你美国走啊 这就是中美两国发展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跟着中国走呢 你看看最近的中亚五国谈了多少协议 签了多少单 对不对 新能源传统能源签了多少啊 对着挖矿的挖煤的 签了多少啊 对不对 挖稀土的签了多少单呢 然后的话建设什么中基屋的铁路 等等等等 这种规划马上吊起来 然后会给亚欧的大陆带来多大的影响啊 为什么你美国就没这个能力呢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实力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中国跟别人合作 可以玩基建 可以玩传统能源 同样也可以玩新能源 也可以玩现在最关键的矿产的开发稀土 对不对 不管是这些稀土啊 去用到这个芯片的行业 还是用到新能源的行业 都可以用得到 而且还可以扶贫呢 对不对 咱们可以去啊 中亚这些国家 搞点什么 这个蘑菇的养殖 菌菇的养殖 对不对 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啊 想想中亚那些国家的环境 也跟啊 咱们国家的宁夏呀 那些地方啊 也差不多嘛 干旱嘛 对不对 那个维度是差不多的嘛 咱们去那边 也可以教他们种蘑菇 给当地的中亚的农民 然后的话 给他们一条出路 扶贫扶贫 你美国都比不了了 对不对 你怎么能比啊 基础建设 电厂的修建 道路的修建 铁路的修建 你美国能做哪个 你先看一看 美国自己那铁路吧 对不对 那叫铁路吗 那叫过山车好吗 过山车都没那么长的路啊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美国现在自身出了大问题 如果你美国可以翻新 别的国家的基础建设 你看别的国家 跟不跟美国走 你美国可以利用 其他国家的关键的矿产 稀土的资源 给这个国家改偏换地 对不对 然后能够让这些稀土变成为芯片 能让这些稀土变成新能源行业的重要的原材料 那你美国强 你美国硬 美国有这能力吗 对不对 新能源这一块 对不对 不管是新能源的电池 还是光伏的产业 中国都是世界第一位的 那些国家不找中国合作 找你美国合作 那真的是还叫开玩笑吧 哪行呢 现在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哪儿行呢 如果美国哪怕有一项强 大家都会说 我要跟美国合作 当然了美国现在还剩一项 也就剩下那个聊天的chat gpt了 对不对 这个chat gpt 如何应用于现代的工业 咱们等着看 中国这边也在做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美国弄来弄去 弄来弄去 是就弄到一个啊 只是吸引眼球 不能赚钱的chat gpt ai 中国的这个ai的论述 全世界第一名啊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chat gpt了 但是因为它是应用到了一般用户 中国的ai基本上都是应用到工业 但是其他的美国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一些东西 哪怕是5G 美国能够给别人搞点基建吗 你绕得开华为拿的那些啊 那些知识产权吗 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 美国现在的这种状态 如果说还在拿着一些问题 比如说啊 反对啊 以无力的形式改变台海的现状 哪怕是说什么啊 要去风险化 在与中国的交往的时候去风险化 哪怕是什么 我们要联合起来反制中国的经济胁迫 只要你说这个话 对不对 到最后这些事都会反到你美国自己身上 你美国卖武器给台湾 以武力的形式破坏了台海的现状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美国啊 经济胁迫其他的国家 对不对 你美国啊 在与你美国交往的时候 你美国可以用行政手段 打击别的国家的行业 当然指的不是中国 包含欧洲那些国家 比如说通胀学节法案 到最后都会反到你美国自己身上 美国人还反而呢 早低头早好 早低头早了 对不对 拿出啊 你啊 拿出你 家里边啊 好的东西啊 好好的来中国这边看一看 你就知道咯 对不对 交给中国手上 让中国看一看 还值不值钱 如果放在一年前 美国可能得拿一点东西出来跟中国谈 放在现在 可能拿的呢 不是一点半点的东西 就能够跟中国来谈了 那未来呢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趋势啊 不过呢 之前我跟大家也讲过 美国能不能低头 美国很难低头 因为毕竟吧 美国的文化 赢者的通吃嘛 对不对 赢者全拿 赢者通吃 胜利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 对不对 一定要赢 因为赢 我全都拿 我全都赢走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哪怕说他现在不如中国 或者说发展的趋势不如中国 但是他还要在这玩威操 哪怕是像这种啊 阻止中国的经济的胁迫 美国得玩 对不对 然后未来呢 台湾问题 大家可以等着看 哪怕把台湾的钱全拿走了 美国还得在台湾岛上玩意志形态对抗 跟大陆玩 大家挡着看就行了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 可是美国这样去玩 还是那句话 对不对 到最后还是看实力啊 为导向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实力你能做成事啊 你没实力你能做成什么事啊 对不对 你没实力还要搞事情 倒霉的是谁啊 只能是你自己啊 对不对 机关算尽的太聪明了 反而误了你的清清性命了 大家等看嘛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